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好久沒回來的 啪啪啪青蛙 大家看我坐在這裡是不是很悠哉的樣子 原來我的戳頭髮是空心的啦 是空心的也是蠻正常的啦 好不好 我人呢 目前就是坐在對不對 這一個地方 這是什麼地方 我看不太到前面那邊 那我這個的話呢 好像是可以像這樣移動的 我突然進來坐在這張椅子上之後 我發現我居然可以 滾著移動欸 這個是不是太誇張了一點 欸 外面在幹什麼 外面那位老兄你想幹什麼 欸但是 讓我出去 等一下 我怎麼突然之間出不去了 欸 轉一下轉一下轉一下 欸 出去了出去了 大家看 居然可以 這個算是某種特異功能了吧 啊 是的 沒錯 但是我最強的特異功能應該是 不管從多高的地方摔下來 我都不會有事啊 好吧 上一集最後呢 是有到那個高山上面去對不對 可是呢 我們這邊再仔細一看喔 那上面有 看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 在最高的旁邊 稍微凹下去的地方 好像有一些 奇妙的東西存在嘛 對不對 我們應該要先往那邊呢 再過去看一下 沒有關係 我們再一次呢 登上那個高峰喔 然後 有這個 呃 這個有傳言指出啊 對不對 我們那個高山的三角下呢 彷彿有一朵 這世界上唯一的花朵 到那邊好像也會有一個 一個成就可以拿吧 應該說收集品可以拿啦 但問題就是說 那一個東西 因為大家看 這邊真的到處都看不到花對不對 甚至連草都看不到 所以那一朵花在這一片陸地上呢 顯得就是相當相當的珍貴啦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朵花非常小一朵 所以到了那邊之後 到底要怎麼找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距離一圓 他可能 小到了你也看不見 像這個高度搞不好 他就已經小到你看不見了 那這 那我可能會需要找好一段時間欸 那我是不是 好不好 我決定就是在那個三角下面找一找好不好 怎麼說都要把他給找出來的感覺喔 好了 好了 我到了那個這個山的三角下面 應該就是 也許在這附近 或者是哪裡吧 就有可能會出現那一朵 超級小的一朵花了 應該 會在哪裡啊 這個算是大家來找茶了嗎 對不對 哇 這麼一下才一看就知道自己有多麼的渺小啊 那朵花比我更加的渺小喔 搞不好連我的腳掌對不對 我這個一直發出啪啪啪聲音的腳掌還小很多喔 應該是小很多 那一朵花的話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很好奇一點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朝著這個方向呢 繼續的飛出去的話 有沒有可能會到達這個遊戲的地圖的邊界之類的喔 那如果說到達邊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山頂上的東西我們到時候還是要去找一下的 喔 我的天啊 明明都是光圖圖的一片 一望無際的光圖圖的一片 請問我要去哪裡找那朵花呀 會不會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距離不夠近的時候 他也不會那個呃 顯示出來給你看見啊 天啊 哇 這麼大一片欸 是的 這樣子一看好像是沒有在這邊的樣子 不過這邊已經離那個山腳好像算是很遠了喔 不過說是山腳我也不曉得說 這邊應該都可以算是山腳下吧 那個 但是 稍微有點遠的山腳下啦 呃 我是不是應該近一點再找找看啊 還有就是不能夠飛太高對不對 那我難道就只能夠 啪啪啪去找了嗎 那另外有傳言指出啊 不單單是在這一個對不對 這個青蛙星球上面呢 有唯一的那麼一朵花 那個甲月球上面 好像也有那麼一朵花的喔 全部都算是可收集的 呃 收集品之類的 我感覺我是不是真的離太遠了啊 是不是山腳這邊已經 山腳 呃 山腳下跑好遠的地方去了 那我應該是繼續的靠近這邊吧 對不對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看得見那一朵花 喔對了 其實 我們使用這個對不對 臉秤地板 其實那個前進的速度呢 會更加的迅速喔 那 到底 前進的迅速也沒什麼用啊 重點是 還是得要能夠找得到花才有用啊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如果說你跑的速度太快了 你就會忽略掉你身邊的一些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呢 我們人生就是應該放慢腳步 你才能夠發現人生的多彩多姿 沒有想到玩這款遊戲居然也可以體悟到這種人生哲理啊 好了 山腳就在這邊喔 但好像 會不會是沒有 不會在這麼靠近 山腳的地方是不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 那朵花到底在哪裡啊 花也太難找了吧 不愧是這個 唯一一朵花 而且我還是知道方位的 要是不知道方位的人不是 哇 天啊應該 這邊超大一片欸 有沒有可能在這邊 不對 我覺得我剛才從外面找進來好了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就說什麼來著 人生不要急對不對 我好像看到了一個什麼東西在這個前面 那朵花還沒找到 我已經要 把這座山的西邊都快要跑遍了 但是這邊我好像看到了一個類似廁所的地方 我相信這裡面呢 應該也是有一個套裝是可以讓我們拿的 是的 這麼孤傲的望著那一個地方 所以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 也是 確實就是一個套裝 欸 林克嗎 薩爾達 好像是欸 他還有一把劍欸 這把劍有沒有殺傷力啊 真的是林克欸 沒有劍啊 劍在哪 他那個上面不是有寫有劍嗎 你想騙我啊 好吧 我真的被你騙了 剛剛我還以為我出來手上真的會有劍欸 就像我們的馬桶兄弟一樣 手上有通馬桶的 那這邊看起來他說手上有劍 但沒有劍好不好 欸 我遠方好像看到另外一個小島欸 這邊已經是在地圖的非常的西北邊了 因為我一直吵過來 可是我在想應該 我懷疑真的是我飛太高的關係 然後飛太高那個花就太小了 根本就看不見這樣子 但是我們算了 人生嘛 對不對 總是可以先去 尋求一些別的衛戒 像眼前那座島也許就是我們的衛戒了 前面我好像又看到了一個黑色的東西了 應該又是一個馬桶所在地了吧 欸 沒錯 看起來像是一個流動廁所所在地的 我們從林克立刻又要在那個嗎 改變裝扮了嗎 欸 來 呃 天 欸 這邊是什麼 欸 撐傘欸 這個 龍貓欸 欸 這個好這個好這個好 哈哈哈哈 哇 有傘嗎 有傘嗎 沒有傘 而且好像有點瘦了 好吧 這麼一看起來的話 我好像是不是有點太瘦了對不對 欸 等一下 前面的島應該是我去過了吧 那邊那個發亮應該是說 那邊是那個吧 哦 那邊是我們休閒海灘啊 這邊去過的 好吧 那邊是去過的 雖然說是這樣說 可是我在想 也許那個島上也有可能 還有我沒發現過的東西 也不一定喔 哦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等一下 我的天啊 等一下 問題就來了 問題來了 問題是什麼呢 我剛剛經過這邊好多次欸 為什麼都沒看到過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得確定一下 為什麼我會忽略掉它 我經過這邊超多次的 真的是很容易忽略掉欸 大家還看得見那一朵花嗎 其實還是看得到對不對 因為已經看見它了 但是在沒看見它之前 還是蠻明顯的啊 為什麼我會忽略它那麼多次 哦 像這個距離 就基本上已經很難看得見了 天啊 所以只有在速度慢的時候呢 才比較容易看得到它 還是說它剛剛真的 都沒有顯現出來啊 我在這邊已經經過了好久了欸 我再飛高一點 現在知道它在那邊之後呢 就很容易看見它了 但是 剛剛根本就沒有看到過它 哦 像這個高度就已經不見了 真的 所以其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剛剛都飛得有點太高的關係嗎 哦 下來下來在前面而已 哦 還有就是高低差的關係 所以它剛好呢被這裡 稍微凸起來一點的地方給擋住了 就是這一朵小花 啊 各位相信我 我已經找了要30分鐘了 我才終於找到它 哈哈哈哈 我們進來這邊走進來一下 OK 獲得了我們的蒼蠅頭了 哦 天啊 這個就只是一個 我可以帶在頭上的裝飾品 那月球上面的也還有一個 假月球上面 可是我們現在更重要的是先去 我們的山上 哇 這麼一大片都是光秃秃的地方 然後偏偏就是會有一朵花莫名其妙長在那邊 然後你們找個老半天 才終於得到了一個 呃 蒼蠅頭的裝飾 其實好像有點噁心對不對 就像那個螞蟻頭一樣 還是蠻噁心的這樣的感覺 好 總而言之 這是我們上一次到達的地方對不對 哦 我看見了 就是那邊就是那邊 應該就是它那邊了 這邊應該就是我們在那個 城鎮裡面的那個地圖上面看到的地方 應該沒有錯就是這裡 哦 哦 好多東西啊 哎 這些東西不是好像 我們在月球上面有看到過嗎 這個是那個太空球嗎對不對 它就是太空球 也算是某種競技項目的樣子對不對 哦 這邊有個紀錄點耶 為什麼這邊要有紀錄點 是讓人可以隨時過來這上面 繼續玩這顆球嗎對不對 這上面有這個可以搭乘一下 哦 難道是讓我們先 先行體驗一下那個嗎 駕駛這種車的感覺嗎 然後為了我們上月球做準備嗎 哎唷 哎唷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上來之後呢 一樣是可以前進 可以跳吧 可以 哈哈哈哈 欸 這怎麼看起來有點蠢啊 把自己身體完全拉長 就是為了把這個車給用力的頂起來 有沒有 但是 頂得又有點小問題 我倒是覺得說它這個 渲染的問題要蠻大的 我應該可以進去吧 對不對 這個太空球的話 我進去看一下能不能滾這個太空球之類的 讓我進去 好吧 那看樣子 我應該是要先稍微推它一下 把那個洞口先推下來嘛 我應該是從洞口那邊進去吧 像這樣 對對對 直接把我給吸進去吧 可以嗎 哦 真的吸進來了 可以滾 哇 好炫喔 可以彈跳欸 哇這個 哇 而且這個 哦耶 越彈越高 我們到那最高峰那邊去 然後往下彈看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從山上滾下去的話 哇這個感覺很不一樣喔 而且我們這個呢 在操控的時候最好是什麼呢 就是到達那個 懸崖邊緣的時候對不對 出去那一瞬間之前我們按一下跳躍 像這邊就有一個 哦 大家看 果然是可以跳很高 然後再次這邊 繼續上去 呃 哦 越跳越高欸 我們到達最高峰那邊去 啊 哈哈 哇 是的這一個 我們這個青蛙真的是 十八般無意要用精通啊 對不對 這種東西有辦法這樣子滾上去啊 這個體能要很強 才有辦法這樣子滾上 去 吧 滾了 上去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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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我成功了上來了 是的 是的我成功了上來 然後 從最高點這邊用力一彈 而且旁邊這邊有一個超大的 超大的是那個吧 欸對就是這裡 懸崖直接下去 哇 速度應該可以很快嗎 還是他的速度有那個最高限制啊 哦速度搞不好有最高限制的 哦 哦 那邊 那邊就是我們那個耶 鋸齒沙所在的地方 我們直接滾過去那邊 我們直接 看看 我們在這裡面對不對 鋸齒沙還會對 在這裡面的我有興趣嗎 對不對 來我們在這邊 從這邊又可以再一次的彈跳起來 欸我速度好像有點變慢了 哈哈哈哈 這還不摔死人啊 這個摔死蛙 哈哈哈 我那邊比較高了 我要去那個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欸這麼陡不曉得上不上得去耶這邊 這邊 我們從這邊試試看好了 哇 這顆球真的是滾起來 超炫的 可以嗎 哦上得去耶 我按跳呢 按跳更加上得來沒有問題耶 看來 不管怎麼樣的坡度好像都 難不倒他耶 是的所以我們接下來 大概就是要先確定一下那個鋸齒沙所在的位置 可能會在哪裡 我總不能這樣莫名其妙 然後就直接的衝下海裡面去吧 對不對 其實好像也可以啦 不過算了我們再過來一點 又先看到那個鋸齒沙的 會出現的那一個標記點在那邊 欸是哪有 我看到了 鋸齒沙在那邊我看到了 黑色一個小點在那邊 欸這邊這邊 對對對像這樣子 最後呢 用力一彈 我來了 鋸齒沙 可以嗎 欸我下來了我下來了 可以耶不會掉下去嗎 會醃下去嗎 可是我動不了了啦 哈哈 欸我彈出來了耶 可以耶可以前進嗎 我好像有稍微 喔前進了 還是可以滾嗎 我可以滾嗎 不行了 就就 我要的不是你好不好 這種 這種小小的小 喔他直接把我弄到鋸齒沙那邊去 我可以彈耶 我在他的頭上彈 哈哈哈哈 欸那就依靠他就行了 我居然可以依靠他的頭來彈耶 大家看我彈起來了 哈哈哈哈 來讓我彈 繼續讓我彈跳 哈哈哈哈 這個太空球太好玩了吧 來喔 我的天啊 欸我這個太空球 沒事欸 我會不會被那個鋸齒沙從這個洞裡面吸出來啊 欸我們就 答案即將要揭曉了 我們就是來這邊直接來找鋸齒沙 彈 嘿嘿我來了我來了 鋸齒沙有沒有出現 還是說我人在這裡面鋸齒沙不會出現的 我出來了耶 嘿嘿嘿嘿 欸我不會被那個 不會被那個戳破 欸哈哈 欸我可以在這邊一直彈跳耶 欸 這個已經變成了特技表演了沒有 利用他們來讓我做一下特技表演 謝謝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欸這個畫面好棒喔 欸 對對對我們就回去一下 對對對 欸哪個方向是回去啊 應該是這個方向吧 對對對對對 應該是的 把 是我看到我在那邊 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是的 居然還可以像這樣子前進 哈哈哈哈 然後把鋸齒沙給帶回岸邊去 哇 超爽欸 所以看來他好像是 沒有任何的本領可以把我給從 從這個球裡面吸進去的 哇 剛剛那個畫面確實是有點可怕了 哈哈哈哈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我完全沈在這個海裡面有沒有 然後呢可以看到他的一個大臉在那邊 哇 MG 太讚了 太讚了 哇 哈哈哈哈 哇 我的天 哇這個畫面好可怕呀 等一下等一下 我怎麼彈不了了 因為我可能要下半步彈才對 所以他很有可能可以把我一直往海下面壓過去囉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最酷的時候應該是我球在很高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 哇 啊 哇 這個畫面真的太棒了耶 永遠看不膩啊 這個 我的天 一開始還以為這個太空球對不對 我在這個海上是完全無法操控的 但是鯊魚會一直過來 我就一直利用鯊魚彈跳就好了 超級 超級彈跳秀 哇 耶 各位市民朋友你們好啊 有祥林花為您帶來的 太空球鋸齒沙這個表演秀 來了 我們終於看到岸邊了 哈哈 這一次 我的表演你們感覺如何啊 喔 我剛剛還直接就撞到那個 哇 太棒了太棒了 哈哈 看看 我為了這個城市多麼的盡心盡力啊 看到沒有 我終於是滾出來 哎呦喂啊 直接就爆出來了 但是呢 但是呢各位 這個觀賞的表演費用啊 雖然不用你們出 也不是不用你們出啦 這個觀賞的表演費用呢 就是你們的一條命這樣子 欸他們為什麼全部都跑到海裡面去了 哇看到沒有 大家為了看這場表演 願意捨身啊 直接就跳到海裡面去 他說看了這一次的表演之後 蠢身無憾了呀 所以他們就直接跳到海裡面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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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多夢完美的一場表演秀啊 啊我的太空球是去哪裡啊 你怎麼會滾到那邊去 大家看這邊還有 他們都很樂意獻出自己的生命 當做這個 入場費 觀賞費啊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獲得的 哇這個蒼蠅頭看起來 就是噁心 是不是就是噁心兩個字可以形容 我們先出來一下 就是噁心 我的天 但是這個材質好像做得還不錯欸 遠遠看的話 欸這個材質其實做得很妙欸 欸還算蠻不錯的感覺 其實怎麼怎麼怎麼一開始看很噁心 但是稍微看了幾秒鐘之後覺得還不錯 是的那我就讓我們呢去一次假月球吧 去找我們另外一個 呃另外一朵花沒錯 欸我進來了啊 欸我進來了 奇怪了 那就應該是用上一次 有拿到的那一些套裝對不對 在那個優服上面拿到的 所以是像這個對吧 沒錯就是他的 而且他沒有頭套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搭配我們剛剛的頭套 會不會 會不會這樣子一搭配起來之後 反而我會死在上面呢 來見分小的時候到了 我會不會死啊 應該不至於吧 欸這位老兄 欸欸欸欸 欸這個不好意思啊 這個我 我不知道你那個 欸等一下我的背包咧 我的背包不見了 讓我回去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在搞什麼鬼 飛得太快了 我的天 呃 是不是好像還是氣球好一點呢 那這個月球上面 呃假月球上面的話呢 至少他的顏色比較單調一點對不對 所以應該看到的話 還比較好分出來 等一下 為什麼全部都來了 我看到了 果然很好分辨 立刻就有綠色的東西出來了 耶 是的 所以說這就是 月球上面的花了 然後他上面有一個花紋呢 看來像是蒼蠅的花紋 所以我們就是得到蒼蠅頭 沒錯 這個叫做 太空蒼蠅頭 欸等一下等一下 這些老兄在幹什麼 欸我看這樣有沒有辦法 直接就讓我飄進去喔 欸不行欸 他這樣不讓我進去的嗎 我從上面掉下來看一看 欸 喔是很難抓那個距離啦 看能不能直接就這樣進去就可以了 讓我進去 欸進去了 欸等一下 哈哈哈哈 這樣子 我怎麼還可以帶一大堆氣球一起滾啊 該不會可以帶著他飛吧 如果氣球多一點的話 可能還是不行啊 但是就很奇怪這樣子 好吧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趴趴趴青蛙 哇這個太空球真的是太好玩了 沒錯 而且我們很重要的呢 還是跟鋸齒殺進行了一次 賭命的這個動作表演啊 好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喔耶